方特哥說的 他剛剛講說媒體休息區 我也嚇到 我想說好險我的婚庫 有幫我設置一個就是發稿區 然後就是賓客如果太 就是沒有那麼快到期 不是大家會肚子餓等很久嗎 也要先有個小點心 不然有的人真的會在那邊罵說 到底幾點開始什麼的 有一些攝影大哥 對 真的就要有一個點心區 什麼都要有 妳那個時候已經是有投 婚紗了嗎 有 但是我跟你說 大家一定都想說 就是婚紗店老闆娘辦婚禮 應該很順利吧 對 幫這麼多人 但我今天看到 就這麼漂亮的這個拱門 我就會想到我那天結婚 結果就很想哭 我那天發生了好多很奇妙 就是意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拱門倒塌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 還一家倒塌 像綜藝節目那樣 整個摔下 新郎在執行的貫穿 這是日本整人節目 才會出現的那一集 沒有這些東西好不好 最重要是典雅的婚禮 OK 就是因為我結婚 我特別記得我 驗客說是7月1號 7月1號之前的日子 都是6月份 6月份就是結婚最忙的日子 也就是我們婚紗店 對 婚紗店最忙番的日子 所以我就想說那沒關係 因為我辦婚禮辦得很長處 因為依依那時候不知道 她做試管可以一次就成功 我們就想說 那既然已經成功懷孕 就趕快來辦一下婚禮 所以我們其實很麻煩 我們是三家人 就是依依還有 而且依依跟我是同一家人 還有她老公 還有我老公 總共三家人要一起辦 所以會有更多麻煩的事情 我們就要在必須 在一兩個月以內 把這些事情全部搞定 包含排座位 三家人排座位什麼 會很麻煩 我就跟我老公說 沒有關係 你就去忙婚紗店吧 要不然婚紗店的新娘 怎麼辦 對 然後我老公是一個很負責任的人 他就說好 我就去忙婚紗店的新娘囉 那我們的婚禮你就自己搞定囉 我說好 應該OK吧這樣 然後我就好 結論就是我忙了一兩個月 都沒有睡覺 因為我必須一個人 做兩個人的事情 然後我印象是這樣子 而且妳老公說 我去忙婚紗店的新娘囉 妳都不覺得起疑嗎 還有點怪怪 真的妳在忙 他在背後亂搞之類的 只有妳可以這樣想好不好 只有我這樣想 我老公他還不是攝影師 他是新娘秘師 他每天都就是畫新娘 就把別人的新娘打扮得這樣子 好好的 漂漂亮亮的 他自己的老婆他都不管 然後就是我老公跟我在婚前 都沒有見到面 所以他也不知道 我的白紗長什麼樣子 我就想說 這感覺其實也是意外的 滿浪漫的 國外就是網路上 不是都有那種影片嗎 就是新郎 突然間看到妳這種 對 新郎他們在結婚之前 是不能看到自己的新娘穿什麼的 國外其實就是習俗 對 然後他們當一看到 就是新娘子走進來的時候 他們都會這樣 妳很漂亮 對 就會痛哭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看太多電視 對 會不會有那種新娘就是走出來 然後她的老公就 笑起來 這樣都會生氣 我可以說我老公就是 妳們精心打扮 對啊 我老公就是啊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特地把我的裙擺 做了三米長 一般的新娘大概一米半 然後我是三米 這樣多少 剛看了一下差不多一米半或兩米 大概一米半左右 三米很長 非常得長 很長很長 我就想說 婚紗店老闆妳要有一點氣勢 我跟我姐的都這麼長 然後結果我就這樣子 妳為什麼不掉鋼絲出來 氣勢 我們要走長的東西 女生要care這種脫的那種 是嗎 脫婚紗的感覺 其實有一種說法說 婚姻怎麼越長 對 有一種這種說法 對 然後我就這樣子 我就那個 新秘就幫我打扮好之後 她就跟我老公說 來 新娘子要來囉 我就這樣 我光想到那情節 我就有點想哭了 我就這樣 一進 然後就看到我老公這樣 我就這樣 妳裙擺那麼長 妳不知道這樣很危險嗎 萬一有人踩到妳裙擺 害別人跌倒怎麼辦 好歹也裝了一下 就說好美喔 再開始講 而且妳都已經坐下去了 演都要演出來給妳爽一下 然後結果她就 因為我老公這輩子 永遠都是只顧別人 她就一直覺得 她老婆是個很魯莽的人 好像會害別人怎樣 但是問題是 誰會站在紅毯上面 會害誰跌倒 結婚的那一刻 可能往後推 可能半年或是甚至一年 去開始整個準備自己的體態 所以那個狀態 那天要美美的 絕對是要全場最美 包含伴娘都有 伴娘不用 伴娘第二美就可以了 新娘要最美 可是心裡面還是想要 大家注意妳 會是這樣嗎 成為下一個新娘 我覺得會想要讓新娘最美 因為那時候我的高中同學 就說我要結婚了 她可能譬如說半年前這樣 之後妳就約她 出來吃東西 她就死都不會出來 不然就是每次出來的時候 她也不吃就說 我吃飽了 妳們吃啊 我看妳們吃就好了 可是妳大學同學找妳的話 應該知道妳會震撼全場 因為妳畢竟她也是 去比妳的女生 對啊 可是還是會 因為可能關係真的很好 可是我如果去當伴娘 我真的就是會 就是跪在地上幫她弄婚紗 因為我剛剛有時候幫女兒 她剛剛會一直幫我弄婚紗 我是專業伴娘 就是希望她可以 漂漂亮的那樣子 妳當五次了 對 妳自己有做什麼保養嗎 我自己 我是跟 像我跟你說 我的閨蜜新娘一起 我們在日本的時候 我們發現了這個 那時候她要結婚了 然後我們在藥妝店看到 我就說 美 妳不是要美嗎 妳就買回去看看 然後結果買完之後 才發現它是膠原蛋白 因為我的同學她不是自己要 她要上班 然後她要自己弄婚禮 她就非常適合吃這個 因為它有B的成分 跟C的成分 然後還有膠原蛋白 所以她就可以上班的時候 上班 然後兼顧婚禮 雖然那一天 就大家一直問她問題 然後或是一直逼她 然後她整個很忙亂 但是她的狀態 我只能說看起來 還是全場最美的焦點 因為我覺得從 就是裡面 保養到外面的方式 是最有效的 而且早一點規劃 要預備這一天的話 妳是 妳剛剛是說半年前 半年前 半年前 所以宇柔是一年前 沒有 我一直都保持 在最佳的狀態 對不起 但是一天要吃幾顆 一天它這邊是寫 三顆 對 一天三顆 但因為它是小分子的膠原蛋白 所以它就是非常的好吸收 女生只要聽它膠原蛋白就會 什麼... 我要吃 我要吃 而且它是日本大腸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擔心 我覺得我比較需要 這個男生也可以吃吧 可以... 對 雖然我只打他5000多天 但我覺得我比較需要這個 16年 5000多天 感覺好像是中悟空被壓在什麼 我們只在家 我們也很心酸好不好 結婚前半年我就想說 絕對在婚禮上那一天 我不能讓人家覺得我們差那麼多 所以我就開始 她壓力特別大 對 差16歲 我就每天開始不敷面膜 我就每天敷面膜 然後吃一些保健品 然後人家說要運動 然後我就有時候熬夜 到天亮回去後想說 要不要去運動一下 我去運動 舉舉牙齦 妳躺在那邊 舉舉 然後 可以啦 坐牙齦 然後人家說 先生 可以換我了嗎 太累 因為 舉牙兩下 妳就想說休息一下 一休息 一睡就睡十幾分鐘 被人家叫醒 我已經唱了 睡在 過吹上面 因為她睡在 新郎 新娘應該要很自信 對不對 可是通常不太可能 新娘會有什麼婚前焦慮 然後老公又會 就是很多事情要用 所以很多人就很容易 會氣色不好 真的要好好保養 你知道人為什麼容易看起來 容易老嗎 因為你臉胯了 因為沒有膠原蛋白 對 就是會鬆鬆的這樣 因為你看年輕的小朋友 不是會臉都碰壁... 然後這樣子 它真的滿緊緻的 對 不是 而且我覺得現在結婚很 就是很沒... 不像以前 以前就是你狀態不好或什麼 你可能就像擦個水粉蓋一下 讓你的膚色是比較漂亮的 素成的那種 然後或者是可能結婚前一個禮拜 你可能就擦那個什麼安平 什麼的 上個禮拜我朋友 他們有在接那個新密 然後就有人來 他說你們會幫我們準備安平嗎 新娘安平 他講出安平之後 我跟我朋友兩個大笑 我們想說是什麼年代 誰在擦安平 那可以怎樣 就是安平就是幫你急救的意思 就是濃度比較高的保養品 對 那擦起來會有效嗎 就是那一個禮拜而已 會比較緊是不是 就停了就停 安平現在還是每天新娘 因為他們就覺得有用有安心 可是他就是等於說 是高濃度的精華液 可是當天晚上急救用 可是妳是要 可是我這個你如果每天都吃 那你根本就不需要安平 那安平就會讓你更美 就是由 安平是外面 那你這個是裡面 就由內而外 他這個就是及早規劃 及早做準備 即便妳不結婚 或者是妳準備要結婚 可能當天毀婚的話 可是 我聽說就鼓勵女生美美的 對 妳早一點 我覺得狀態一定要顧好了 因為以前妝可以很厚 但是現在新娘的妝 都是越透越好 就皮膚越自然越好 所以如果妳還在那邊上水粉 會被人家笑 這年代已經沒有人在上水粉 也沒有人在那邊貼 什麼很厚的睫毛什麼 而且裡面什麼維他命B 維他命C 你都是可以每天吃的 都是我們每天需要的 成為全場的焦點 很重要 其實婚禮對單身的女孩 男孩 都是一個不錯的姻緣機會 這是真的 你們賓客有時候 也是想要把它撮合 看他單身那麼久 然後我結婚那個時候其實是 其實是 我女生打扮都滿漂亮的 因為好像都是衝著伴郎們來 因為我伴郎是王力宏 然後高影翔 還有孔魚燕 然後全場沸騰 然後那些 我看那女孩來了 就哇 辣到不行 然後我幾個咕咕 你把咕咕放哪 其實為了給王力宏看 就是那個姻緣的 姻緣的也是一個機會 但是那個狀態要很重要 這麼歡樂的派對 真的不能有任何閃失 對 體力 臉色 都氣色都要搞好 因為像今天這種花會 就是把那個浪漫的氛圍 這樣襯托起來 對 這個很重要 因為可能要花一些錢 對 因為妳這個花費來講的話 妳們都覺得值得嘛 當然值得啊 一生一次當然值得啊 而且如果是專門為妳打造 也就很值得 是